沈渊醒过来了,不是睡饱的,完全是被红糖鸡汤独有的香味给勾引的。 自己怎么说,也是吃过不少美味的人,可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。 闻味道,似乎还没到火候,可这香味已经很勾人了。 爹爹! 前一秒还在高兴的沈之书,看到胡子拉叉的爹爹,心里防线开始破防。 这人怎么回事儿,只不过出门一段时间,怎么瘦了这么多啊? 就前面还笑自己弟弟呢,没想到轮到自己就撑不住了。 好了,中午就知道你会哭,才没有把你从沈子家叫回来。 你现在啊,已经是大姑娘了,之书现在都不哭了,你是不是要比她还要差呀? 沈渊把女儿抱在怀里,这还是最近有所改变。 要是放在以前啊,根本不会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啊。 行了啊,饿不饿? 乔景文贴心地奉上了一碗水。 现在仔细打量,这人起码瘦了十几斤吧。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在山上怎么熬过来的。 嗯,这几天辛苦了。 沈渊看着眼前的女人又瘦了,心里非常不对劲,也不知道这是在家干啥了,怎么每次回来都要瘦啊。 哦,不不不,在家还好,你辛苦了。 两个人在这儿还客气上了,沈渊离左看看右看看,觉得两个人好逗啊。 嗯,我去接知书,你们两个在家乖乖的。 乔景文看了看时辰,是时候要去了,要是迟了,也不知道知书会哭成什么样。 我们一起吧。 就这样,一家三口牵着手到镇子上。 沈知书看到,今天竟然是爹爹过来接他放学,一个纵步跳到爹爹怀里。 沈知书